- 娱乐吹水不妈嘴 - 说你们对那个我是歌手四这个赛果满意吗? - 不满意为什么呀? - 你可以给我改吗? - 觉得合理吗? - 我觉得李文是十字命贵 - 毕竟李文一出来就是很享受他的表演 - 有歌后风范啊? - 可是有网民讲Coco是历届最厉害的歌王 - 李文是已经到历练了 - 历练成台了 - 我觉得李文第一集我都觉得他已经是 - 第一集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稳赢最后一集 - 其实你们数一岁 - 张星哥啦 - 只要龙主咯 - 要么就Coco要么就龙主咯 - 可是很遗憾 - 龙主咯 - 其实Coco或是三星哲 - 他们两个互生最大 - 这样明星棒棒唱这个环节啦 - 那你喜欢哪一个组合? - 我真的觉得最match的是 - 徐家印跟林俊杰那两个是 - 因为他真的是 - 两个唱的你觉得 - 不会格格不入 - 他们的声线就是很match啦 - 很match - 那个林俊杰有抢风头吧 - 这首歌是林俊杰写出来吗 - 所以那个feel他 - 还是林俊杰的feel - 可是那我抢风头还有另外一组 - 李克勤那一组 - 唱《潇洒作》一回根本就不是他歌 - 他根本就没有那种 - 你讲的爆发力你知道吗 - 那个一起来的方面就不啊 - 那你们觉得哪一组比较是水准? - 龙主咯 - 龙主咯 - 龙主咯 - 他是会唱 - 可是他达不到那个可以跟他匹配的水平 - 最格格不入就是那个 - 张兴哲跟那个 - 那个 - 两首歌我完全融入不到 - 你知道吗 - 老外歌手啊 - 这种西洋歌手会有风险 - 然后就是这种 - 你看他中西合并的时候啊 - 怎样去江洋曲风啊 - 你要配合我 - 我会配合你这样子哦 - 而且他们声线不同 - 他们又唱英文字了 - 其实是外国人比较优势的 - 老狼就是他亲了哦 - 就是好几个歌手一起帮唱 - 一起唱他们有一八个人 - 他们讲合唱KTV - 因为知道最后老狼只唱了两句 - 就是很多人认为 - 龙主的被淘汰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啊 - 有黑幕啦 - 那你觉得是因为黑幕啦 - 还是因为实力真的还不够 - 每一届都会讲有黑幕的啦 - 基本上就是大家不满意塞果而已啊 - 那些其实都是龙主的fans啊 - 我个人认为 - 觉得龙主的太空公道了 - 因为感觉索罗有东西都好像偏 - 就是编排出来的 - 他不会临场表现啊 - 像李文他就是一出来就是 - 很freestyle - 我就是内心发出来的freestyle - 我现在要这样喊 - 所以就是享受舞台 - 对 不知道真的龙主的还是 - 他还是留在那种香港的天后的阶段 - 很恐怖style整个硬房房 - 然后所有东西跟着偏排水这样子 - 没有啊 - 觉得一个歌手去参加那种歌唱比赛 - 他跟演唱会都不一样了 - 那个心情啊 - 他们的心态会觉得 - 因为现在要赢了 - 而不是要享受 - 所以他们会有一点紧张咯 - 可是Coco就很享受啊 - 所以他赢的地方就在这里咯 - 走 сд路 - 但买了 - 我才看真的很uits - 他是不是 الش娩子 字幕提供